他公平要不要只能兩分 只能兩分 在我的早上現在應該才十點多吧 我人正在花博這一邊 就是圓山捷運站這裡的徵宴館 我今天一早跑來這裡 是因為最近這邊有一個活動 應該有擺一個湯位 然後那個湯位呢貌似有放得非常限量 但是大家可能都很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特別來這邊看一下 今天呢我總共要跑兩個地方 這邊圓山是其中一個地方 晚一點我再跟你們講我另外一個要去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邊圖鄉授權館 這裡有一區我早早在哪裡 到了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邊好像有賣限量的東西 這次展覽很難得 貓咪大安征在現場有擺一個湯位 而且他擺了非常多 大家一直想要買的周邊商品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貓咪大安征的娃娃 那我趁著一般民眾入場第一天趕快一早就到現場 避免這些娃娃很搶走一下就賣光 我要這個 要兩隻 兩隻狗 一千六左右來買東西吧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太危險了 而且我一千六裡面還包括 你們看到Vlog的時候應該是禮拜六吧 如果沒意外的話 我這一千六包括我今天 就你們看Vlog當天的貓咪大安征直播活動 我自掏腰包買了兩個小東西 想要在現場送給來現場的觀眾朋友 那我跟你們講我今天買的是 這個 柴犬 貓 就柴犬啦 柴犬坦克 好不好 他也不是坦克耶 他就是小彩牌 有沒有我會放上一個遊戲貼圖 就是他彩牌 然後我另外又買了 Ninja 這樣子貓咪的娃娃 我就收集一套了 太神啦 然後我額外買了這個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明天要在直播活動中 送出去給現場觀眾的 買完重點的東西 當然就不能直接這樣離開 其實現場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攤位 可以去逛一下 尤其是這一間是禮拜五 人沒有很多 不好好把握機會 真的太可惜了 好 後面這邊還有一個排隊 會排翻天的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哈囉我覺得我該逃離戰場了 那裡面實在是太可怕了 又有懶人鳥膩 黏鹽怪獸 貓咪大戰爭 微騰 還有一堆 哔啦哔啦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們畫面上應該都看過 我覺得在那邊待下去 我下個月可能連房租都會繳不出來 所以我們要趕快逃離現場 所以我們要趕快逃離現場 隔天的禮拜天還有一天 你們可以來碰碰運氣 看還買不買得到啦 但我覺得禮拜六這邊應該 其實你們這樣看看得出來 人陸續的開始出來了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要去下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要 看得到 哇 底站耶 今天天氣真的非常的熱 因為剛剛花了比預計還要多的錢 所以現在第一件事情 要再去領一次錢 慘了結果我沒有領到錢 我就直接到目的地了 目的地在對面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到 對面就是今天另外一個目的地 戰神寺 一個我期待非常非常久的作品 意外發現在上市當天 在信義A11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攤位 所以我就想說 直接來這邊現場買最快 就這個 這是我今天要買的另外一個遊戲 然後 他們好像有十小時直播的企劃 十小時直播特別企劃 我們從入口進去看一下 這邊就是PS在現場 臨時搭建的一個攝影棚 可以讓實況主在這邊直播 只是我在現場 其實還沒有找到 到底在哪裡買東西 對啊我有看到試玩區 可是我沒看到在哪裡買遊戲 難道沒有 這邊只有展示沒得買嗎 那也太鏘了吧 其實我剛剛定員跟我講說 他下午一點才會開賣 所以先來吃飯 剛剛突然在想 會不會現場等下排很多人 因為他有賣那個限定版 不是 點藏版 搞不好大家會衝著點藏版來這邊賣 但是 我根本不需要點藏版 我只要有遊戲片就好了 甚至我原本在考慮說 我買數位包就好了 但 你知道我終究還是會想要有一片 遊戲的感覺 尤其是戰神這個遊戲對我來說 意義深大 要收藏一片 到了 我們看一下人有沒有變超級多 糟糕是戰神通捆機 我好心動 要帶一片 要欣賞 你們通捆機怎麼賣 通捆機沒有賣的 這都預訂的 都是預訂的 好 謝謝 各位 你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險 他講說 現場那個通捆機呢 都是預訂的 所以其實是買不到的 賣完了 太棒了 這樣我就很安心的買個遊戲片就好了 那 戰神呢 比起說我是鐵粉 還不如說 我所有的戰神系列都有玩過 戰神一代 二代 三代 然後還有 PSP上面的奧林批斯之戀 還有斯巴達鬼魂 這些我全部都有玩過 所以 戰神4我當然是不會錯過啦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相信你們看到這Vlog 我遊戲一定還沒破關 我會陸續好幾天都在開這個直播 你們可以直接點資訊卡 我會放我Gaming頻道 遊戲會在那裡直播 好不好 那我今天到處歐北總的事情 總算是全部完成了 我現在要回去把我一支影片編輯完成 就是你們昨天看到的那一支三爪穩定器的影片 明天貓咪大陣的直播活動 就是你們今天貓咪大陣的直播活動 我一樣會拍Vlog 然後 我應該會拍下 我送這些小禮物的時候 大家有什麼樣的反應吧 那我們明天再見 掰掰